美國現在也出手了 要凍結阿富汗的資產 因為不想把錢留給塔利班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資料 其實前阿富汗政權 在今年四月底之前 還是有高達94到95億美元的儲備金 那麼為了防止塔利班 趁機拿到這麼大一筆錢 所以美國的拜登政府 現在已經下令了 他要凍結這筆錢 讓塔利班拿不到 也就是前阿富汗政府 存在美國銀行帳戶裡頭 這個儲備金 一毛錢都不會讓塔利班領走 不過現在尷尬的是 貨幣組織在去年的11月份 其實他們才批准了 阿富汗3.7億美元的一筆金元援助 發到現在兩億多已經發出去了 還有一億還沒給 那這筆錢到底要不要 如期的付給阿富汗呢 因為現在付給阿富汗 等於就是付給塔利班 而且其實剛剛說到的凍結賬戶 這也不是美國第一次這麼做 委內瑞拉的獨裁總統馬杜洛 他當時大選已經敗選了 堅持不下台 美國也是在當時凍結了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而阿富汗其實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這20年來他們的錢哪裡來呢 除了賣毒品之外啊就是高度的仰賴美國的援助 IMF的數據顯示呢到4月為止阿富汗中央銀行 持有94億美元這個儲備金呢 其中有金額不明的數十億美元其實都放在美國 那麼除了這些錢之外呢美國每一年呢會向阿富汗的政府軍隊提供他們金元30億美元 還有一筆錢呢用來協助阿富汗政府在人權跟婦女保障的經費 每一年也是有2000萬 那現在呢阿富汗已經改朝換代了美國這筆錢還會持續的金元嗎 但是如果說因為塔利班不給錢那麼剛說到的人權跟富人 在兼顧人道主義的情況之下美國會怎麼做呢再一次的考驗拜登 那麼事實上呢阿富汗呢他們可以算是隱形富豪 雖然說表面上口袋空空但事實上呢阿富汗的地底下有許多的礦產都還沒有開發 未來如果說開發起來的話可不得了了 那麼現在呢我們來看到阿富汗地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以目前呢我們說塔利班的政權經濟來源他們錢哪裡來呢 主要其實還是靠著種因素花提煉成毒品然後藉由走私鴉片來賺錢 那麼2010年的時候其實美國的軍事專家還有地質學家 他們有一份報告估算說阿富汗地底下呢有許多的資源 包括了鐵銅離孤稀土等等呢再加上石油天然氣跟寶石 大約有1到3兆美元那麼其實呢這麼多的礦產為什麼沒開發 就是因為呢阿富汗這幾十年來呢都是非常的動盪的 那麼現在呢全球要轉型綠色能源 阿富汗這些礦物的價值其實都是飆升的 喀布爾的政府呢在2017年一份報告當中指出 包含了化石燃料的礦產財富可能會達到3兆美元 那麼現在呢阿富汗的局勢開始改變了 中方回應也相當的謹慎 現在呢還沒有完全的承認阿富汗政權的合法性 也不願中歐投資協議受到影響 同時呢對塔利班表達友好的態度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其實在16號的時候就已經強調過了 中方是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決定他們自身命運的前途 那麼願意繼續跟阿富汗發展睦鄰友好的合作關係 那麼中國大陸呢其實在阿富汗呢原本就有不少的投資 零七年的時候呢在喀布爾成立了華商協會 大陸的商人大陸的企業呢就承攬了許多當地的基礎建設 包括了像是造路啦蓋橋啦醫院等等 到2020年底呢累計直接投資是6.3億美元 不過最大的一筆應該算是艾納克銅礦了 中國的野金集團在2007年當時就取得了開採權 預定投資是31美元 但是呢到現在為止這個礦坑呢還跟當年漲的一樣 因為呢之前塔利班在礦場附近有很多的活動頻繁 大家很擔心如果開礦開到一半發生戰事的話該怎麼辦呢 所以到現在呢這個礦坑都還沒有開發 最近幾年這個銅價不斷的上漲所以呢這個艾納克鐵礦的礦坑呢 就被視為是金基姆寶物了 那麼先前呢塔利班不是曾經表態說 在他們還沒有奪下喀布爾的時候 歡迎北京投資 好這個消息一放出來呢 這一間取得開採權的中葉集團的股票一度漲了13% 那麼其實我們說20年前 美國駐軍了阿富汗到20年後塔利班又回來了 那麼在阿富汗在塔利班到底什麼部分做了改變呢 美國到底是撤軍還是倉皇的逃離呢 我們來看一下專家學者的分析 蘭州大學的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呢 他接受了環球時報的報導 他就點名了 最初啊這一場仗美國就打得不清不楚 他說當年呢美國是以反恐為名發動戰爭 但是呢始終又沒有把塔利班認為是恐怖組織 那麼如果說美國是以反恐為軍事目的 那麼在蓋達呢 賓拉登被抓被殺之後 美國當時為什麼不撤軍呢 那麼美國呢後來又把目標擴大了 變成說呢他們要重建阿富汗 但是呢教授認為這只是美化的說辭啊 真正的目的呢美國人是在藉著地緣政治的整合 達到呢國際格局的重新塑造 所以呢結果很顯然 美國的指導戰略跟對外的政策都陷入歧途 也就是呢阿富汗沒有按照美國承諾的 變成民主的模樣 反而呢依舊是相當的貧窮落後 而美國人犯的錯 為什麼買單的是阿富汗人民呢 中國大陸的社科院的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 孫壯志表示說在反恐的旗號之下 其實美國對阿富汗的投入啊幾乎呢 為什麼阿富汗到現在呢 美軍都已經來了20年 他們還會這麼樣的貧困呢 因為美軍呢幾乎把重點都放在軍事 放在安全領域 那麼給美國最後誰賺到錢呢 就是賣軍火的 美國的這個軍火利益呢 其實呢大量的投注在阿富汗 反而是經濟社會的建設方面呢 完全沒有投入 所以如今阿富汗呢 人均的GDP位於世界第213位 平均壽命是53.25歲 位居世界倒數第一 就連呢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 札哈羅瓦在推特上都說 世界正在驚恐的 看著美國又一次 歷史實驗帶來的結果 不過呢現在俄羅斯外交部也表示 他們還不打算要撤離 俄羅斯駐喀布爾的大使館人員 外交使團是正常的運作 接下來看下去了 其實戰爭呢除了殘酷之外 也非常的貴 我們來看這一場 美國在阿富汗20年要花多少錢呢 富比斯雜誌報導說 根據布朗大學 他們有一份呢 戰爭代價計畫的評估 美國在阿富汗這20年呢 砸下了2.26兆美元 等於呢平均每一天 都要花3億美元 2兆美元的花費 其實呢 我們來看到 比貝佐斯啊 這些大富翁 馬斯克啦 比爾蓋茲等等的 全球30大億萬富豪的財富 加起來還要更多呢 這2兆的戰爭費用 美國納稅人呢 一年啊 要花在阿富汗軍人 7.5億美元的薪水 那麼這些資金呢 大部分其實都是借來的 布朗大學也推估估算了一下 美國呢 負了超過5000億美元的利息 到了2050年的時候呢 光是阿富汗戰爭的這個債務的利息 可能就會是6.5兆美元 那平均起來呢 當然是美國公民全民買單了 每一位美國公民呢 要負擔2萬美元 但是最後 到底真正的費用 會是多少錢呢 還得等美國完全撤軍 才能算得更清楚 那麼美國白宮透露說呢 現在塔利班啊 在進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之後呢 他們說 就是要避免這個情況再次的發生 飛機運輸機正在前進當中 民眾呢在跑到旁邊拍打混亂這個場面 或者是擠著想要上飛機 這種可怕的場面再一次的發生 所以呢 美國白宮現在啊 告訴大家說 他們一定會提供一條 所謂的安全通道 這通道做什麼呢 說讓民眾啊 可以安全的到機場去 但是真的有可能如美國所說嗎 國安顧問蘇利文就強調說 會要求塔利班要兌現承諾 確保飛機起降的作業安全 都不會受到攻擊 讓美國公民跟阿富汗人民 能夠順利離境 那麼現在呢 美方也發現了 真的有越來越多人要離開阿富汗 所以他們要開始增加飛機的架次了 要加速撤離 距離總統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的撤軍最後期限 8月31號 其實呢 剩下就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了 美國國防部現在呢 要把大型的C17運輸機的架次呢 再增加到一天 二十架以上 據說現在呢 數千名的美軍士兵 已經抵達喀布爾機場 提供協助了 主要的目標呢 就是啊 飛機呢 必須要更頻繁的來起降 增加到每個小時一班 預計呢 一天可以載運五千到九千人 離開阿富汗 那麼塔利班的高層 雖然說口頭承諾啦 不會阻擋美軍撤退 但是呢 根據洛杉磯時報 還有半島電視台 華爾街日報呢 很多記者的募集跟報導 其實塔利班軍隊呢 在17號已經在 喀布爾機場周邊 他們設置了武裝檢查哨 從市區呢 要通往機場的這個 交通的主要幹道呢 出現了塔利班 會開火開槍鎮壓 暴力驅逐這些要逃難的人潮 只要你想往機場方向走呢 就會被阻擋下來 等於是在嚴格的執行 止禁不出的禁令 現在呢 這兩天上千的阿富汗人呢 拼了命的 剛看到的畫面很可怕 要往機場擠 因為呢 有很多網路的謠言 讓他們以為說沒有護照 沒有簽證呢 只要能搭飛機就能夠離開阿富汗 就能夠去美國 所以呢 很多人開始瘋狂的 往機場衝去 那麼現在呢 塔利班 開始控制秩序了 Po文的這一位呢 文火 他其實是美國洛杉磯時報的 特派記者 他就在推特上 公布了這些照片 我們有經過特殊處理 打馬賽克 因為呢 畫面非常的血腥 好 塔利班到底有沒有動手呢 據說啊 現場的記者 他表示呢 塔利班會拿槍 鞭子啊 棍棒等等的武器 管制這些要出逃的阿富汗人 這個特派記者說呢 在他面前啊 至少就看到六個人受傷 他分享的照片當中啊 其實都是血淋淋的 有一位是 婦人呢 傷勢非常的嚴重 他的頭啊 都是血 然後呢 倒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另外呢 還有男子啊 非常的難過 甚至呢 是抱著重傷的小孩 這個小朋友呢 是頭受傷了 似乎呢 也失去了意識 身上都是血 那麼再來呢 另外一張照片 我們看到了 塔利班手上很明顯的 就拿著槍 而在這附近 其實就是機場了 好 這個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啊 其實他放的 原本是影片 塔利班的這個戰士呢 就開始拿槍 然後呢 對空鳴槍 因為太多人要衝機場了 那麼 被嚇到的民眾呢 就開始到處的亂跑 還有一名是這個塔利班的成員呢 他就在趴在這個路上 槍口對著人潮來開槍 也不顧說 面前的都是一些老弱婦儒 再來呢 我們來看到在喀布爾機場外面 哇這個畫面真的很可怕 翻過這座牆 裡面就是機場了 因此呢 大家開始拿著繩子 全部的人都沒有帶行李 就很希望說人過去上飛機 他們趴著這個繩子呢 就這樣子像特戰隊一樣 爬過了這一座牆 進到喀布爾機場裡 不放過任何一個 能夠出逃阿富汗的機會 那麼今天的阿富汗機場 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滿滿的都是人 這是在機場外的一個景象 還有這是機場內 飛機不斷的在起降 因為呢 各國的這個使館 迅速的在撤離 操坪上 到處都是飛機 也到處都是 想要跟飛機一起離開的 阿富汗人 塔利班的管制 有成功的阻擋 阿富汗人進到機場嗎 其實美軍也出手了 你可以看到了 今天的秩序呢 算是比較和平的 還算比較冷靜的 這個最新的畫面曝光 在機場入口呢 很多民眾 稀家帶卷的小朋友 爸媽什麼的 全都跟上了 因為大家都在等著一個 逃離的機會 那麼有西方官員呢 就告訴路透社說 因為前幾天啊 就發生了那個 很恐怖的 搭飛跳機的這個事件 很多人呢 想要爬上飛機 爬上起落架 結果最後摔下來 那麼現在呢 美軍就開始 派了很多人呢 守在機場 甚至呢 也會開槍來驅散人群 因此呢 這幾天 衝機場的人數 的確是比較少了 不顧一切 冒險要爬上 美軍運輸機 機翼下方 竟然還有一群人 蹲緊在一起 目測至少20人 以為就此能逃命 當中還有人 微笑自拍 甚至朝著跑道上的 逃難人群 回首道別 還有人對著鏡頭 開心手比讚 但影片在起飛前 停止錄影 這些人是生是死 不得而知 外媒報導 至少有三人 不幸墜落身亡 而美軍也證實 起落架輪艙內 發現了人體遺骸 不只有死命 搶上飛機的人群 機場跑道 也同樣擠爆 導致飛機 根本無法起飛 最後美軍 不得不出動 阿帕契直升機 低空飛行 驅離 跑道上的人群 殘酷的生死關頭 也有人 幸運擠上 美軍運輸機 這640人 擠得像沙丁魚 而且大家 似乎驚恐未定 飛機一起飛 甚至有人 沒有空間坐下來 有媽媽抱著 喝奶的女兒 其他家長 也帶著小孩逃難 照片中 民眾幾乎都沒帶行李 就算知道這一走 恐怕再也 無法回到阿富汗 但民眾在情況中 仍然搶破頭逃命 美軍也澄清 機上會搭載這麼多人 並非事前計畫 逃難潮過後 機場留下一地 殘破拖鞋 室內大廳一樣 慘不忍睹 漫地垃圾雜物 外媒記者目睹一切 心碎直言 這是一場被世界 拋棄後的悲劇 顯現阿富汗人的 絕望與無助 記者綜合報導